九瓶大的套房是从苗栗北漂到台北工作的度假资 住了四年的信义区小窝 每个月要从荷包掏出九千元房租之外 还要加上电费 冬天比较便宜一点就四百多块 然后夏天的话可能又要开冷气什么的 所以就会到六百多 他的电费是用五元一度来计算 目前每个月的电费平均约五百五十元 而这已经是他关掉房间内所有吃电怪兽的省电成果了 电视的插头就是没有插 然后冰箱也是 我冰箱的插头也都是拔掉的 冰箱电费差很多 因为我那个月就是三级警戒有插插头 然后电费就有变六七百块 冰箱里面空荡荡 灯也不亮 但当四月一日起电价起涨的时候 他心中又亮起了警示灯号 我们这边总共的电费大概超过七百度 好像一千多度 因为还有公共的空间 然后洗衣机那些都是要电费 所以他的整个金额电费变得很贵 然后他就跟我说 所以现在的电费高涨 他觉得可能就是可能就是五点五度 他觉得很吃不消什么 台电公告用电一百二十度以下 每度一点六三元 一百二十一度到三百三十度 夏季六到九月每度二点三八元 其他月份每度二点一元 用越多电单度电费就越贵 但这次的电价上调范围 不包含百分之九十三 用电七百度以下的用户 不过用电七百零一度到一千度 夏季每度将涨到五点八三元 涨幅百分之三 约五十九万户受影响 超过一千度的用户 夏季每度涨到七点六九元 涨了百分之十有三十四万户受到影响 为什么调整的分界线是七百度 跟台电去年将一千零一度以上的住宅用电户 调整了电价百分之九有关系 因为去年的这一个电价的一个下半年的调整 它的一个异地用电差不多是六点三亿度 这一次我们也希望能够扩大这样的一个节电的效果 所以我们在住宅用电 我们这一次就把它的这一个范围提升到 就是七百度以下 我们这个就不调涨 节电效果不错 让台电决定扩大调涨范围 同时台电是算了涨电价前后的差异 假设住户在非夏季时 两个月共使用二千零二十度电 使用旧电价来计算 电费共六千七百零一元 如果按照新电价模式计价 七百零一度以上 每度乘以四点七四元 一千零一度以上乘以六点零三元 两个月应该要缴纳六千七百九十六元 尽管电费单上只差了不到一百元 不过对于资讯不对称的租屋市场内 冲击恐怕还是很大 可是他规定的电价上限只是说 你夏天的时候不可以超过夏天里边 最高的那一个单度集聚 冬天也不能超过最高单度集聚 超过了七百零一度之后的钱 才会用最高的集聚计算 可是他会把所有用电的人的每一度 都用这一个最高的价格来去计算 那这件事情目前也是合法的 根据住宅租赁契约 应约定及不得约定事项规定 房东不能收超过台电公告的 最高电价金额 所以目前夏季六到九月 一度金额不得超过七点六九元 其他的月份则不得超过六点零三元 但如果房东收取电费的费用 明显超出台电太多 主管机关可以依据消保法 第五十六条之一规定 向职业房东裁罚三十万元的罚还 另外台电也提出了另一种解决方法 分租套房 那他能够来申请这个智慧电表 这个安装智慧电表 这个是免费的 那同时也能够接受台电的一个 用电的诊断跟建议 那这样的话大概就可以 这个不调长 根据台电统计 截至112年3月底为止 已经完成了218万具的智慧电表 可以掌握全国高低压用户76%的用电量资讯 未来台电也预计将在119年 装上600万具的智慧电表 让民众可以透过台电的APP 观察到详细用电情形 可以帮助住户节电省钱 但这真能协助解决电价抽收的状况吗 具体来说这一户租屋里面 到底上一期的电费一度是平均是多少钱 这件事情即便有智慧电表 其实对于房客来说 他也还是不会知道 因为那个只有在房东 他自己的电费单上面会有而已 再加上很多房东 他不想要额外付出成本 或是在被知道说 自己的租屋事实曝光 所以他就更宁愿用转嫁的方式 把这些涨幅的电费 把它转到房客身上去 台电寄送的电费单上 其实都有列出每度平均电价 如果依照这个模式来计算电价 房东不会亏本 房客也不会再被多扒一层贫 但目前国内租屋市场 是一个庞大的黑市 要将电价透明化不容易 政府都不太知道租屋族住在哪里 也对租屋市场无法控管 所以他们其实也不能够去掌握 就是说房东他到底有没有装智慧电表 那或者是说这件事情对于房客 他的冲击有多少 这件事情其实在 目前的政府的 私讯里面都是无法掌握的 现在租屋市场内的电价行情 似乎变成房东的良心事业 因为租屋黑市庞大 电价不透明化更是行之有年 在光不应求下 庞大租屋组的弱势 也在电价协商上头显露无遗 我会看到他在电价市场内的电价 在电价2个人 在电价5个人 这就像在电价5个人 第一次在电价5个人